香港放宽旅客入境3加4检疫之后 机场旅客人数明显比之前增加 现在除了部分从大陆或澳门迪港旅客 可以每隔离之外 其他旅客都要三天饭店检疫 加四天自我监察 有卫生专家指从第五波疫情计算 新冠的死亡率是0.6% 但如果从5月起到9月初 缺减人数超过36万人 死亡356人 死亡率已经下降到0.1%以下 跟流感的死亡率差不多 可以考虑放宽防疫限制 包括入境检疫改为0加7 甚至0加3等 不过卫生官员认为 有关新冠的死亡率计算 不能单以近期数字做比较 他说目前香港还有11万80岁以上人士 还没有接种疫苗 幼童的接种率也偏低 而且儿童的长新冠比例也多 所以不能跟流感做比较 而香港疫情以来总共做了5300万次核酸检车 费用超过278亿台币 以上是祝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维酸性电解磁氯栓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呢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 我们下期再见